那我本來還有一點擔心這個民調 因為這個民調講完34.25 陳時中22.79 黃先生15.6 我就在想這個民調會不會就造成棄保 現在很不喜歡棄保 很擔心棄保 但是看了自由時報這個民調我就放心了 因為陳時中反正第一名 而且陳時中是強烈領先的第一名 不是說是什麼膠著沒有 陳時中非常強烈 所以我想 我也不會棄保 按照 所有你這個民調搞不好會造成 但是也不容易 為什麼因為 你這個民調陳時中加上環山山 38 不可能全部棄 不可能棄光光不可能 所以就算是他不管誰棄誰 也不容易贏蔣王安 你說 但我覺得 黃先生的票會因為 這個時候跟我們的結果更善 不知道 就是看民進黨怎麼相信 相信自由時報相信多少 我願意 我寧願他們相信 好 那麼 回頭看這個第五頁的這個趨勢 剛剛戴孝仁講 講完是有逐步往上走 趨勢是好 往上走 那 陳時中其實也是往上走 只是走的幅度不夠大 而且他在BASE基礎 比較少 他從19.7 往上走到22.79 他走了三個 往上走了三個百分 但是黃珊山是 節節下降 從20到17到15是往下走 那為什麼 不知道 黃珊表現其實也還不錯 沒有什麼失常都沒有 他滿平穩的 但是 我覺得 其實 其實說實話 黃珊當中最近很生氣 每次看到明天他就生氣 其實黃珊表現不錯的 因為以一個 雖然他一直要講 說 要打破藍綠高牆 他在那個 辯論社會也講 要打破藍綠高牆 事實上我當時聽了就覺得 心裡就啞然失笑的 他說八年以前 我們柯文哲已經證明 打破藍綠高牆 柯文哲都說哪有打破藍綠高牆 柯文哲都是民進黨支持 他才當選的 他根本沒有打破藍綠高牆 這樣是意思嗎 所以他沒有打破 他怎麼打破呢 大家想想八年前 如果不是民進黨不提名 支持柯文哲 柯文哲會贏嗎 不會贏 那個時候就沒打破 那你一定要說那個時候打破 以為打破 其實沒有 但是真的不錯了 就是說 以這種情況 他還能拿到這樣的票 而且這麼多年輕人支持他 我認為他表情真的不錯 但是就是不容易嘛 他這個大環境就是不容易嘛 就沒有辦法的事情 這不是 這個非戰之罪 他就是這樣 你整個看起來就是這樣 那 未表態的 未表態裡面的 女性26.2 男性19.2 還好 不像桃園跟新竹的男女差那麼多 台北市的女性也是勇於表態的 年輕選民 其實差不多 你翻到第7頁 蔣萬人25.98 陳時中23.72 黃三22.83 年輕選人幾乎差不多 之前年輕選民 黃三三支持的很多 但是顯然這部分是有往下走 被陳時中拉去了 就是說 蔣萬人拉了一些 蔣萬人拉了一些 那陳時中 反正其實都回歸了 就是我認為 特別是綠營的年輕人 有一部分就回歸綠營 但是呢 比例起來 黃三三的年輕選票 是她的 所有選票裡最多的 那年 60歲以上的 她比較少 她只有5.16 那個陳時中 蔣萬人最多陳時中其次 政黨支持度 民進黨 差不多 14 15 14 15 就是在台北市 認同民進黨 大概占14 15% 那國民黨23% 多一點點 多一點點 民眾黨下跌了很多 民眾黨從 本來就不多了 7.73 下到3.02 下了一半 下了很多 那一部分轉到那個 看人不看黨的 54.47% 很高 大概每個地方做 說看人不看黨 差不多都站在一半 49 50 51 那這次到了54 有些人還在看 最後還要再看 到底 現在只剩下12天嘛 對不對 看到底怎樣 所以 還是有得拼 不過因為 蔣萬現在算是強勢領先 蔣萬原來就是弱勢領先 領先 你看 之前的領先幅度 上次領先 7個百分點 最早領先6個百分點 最早領先 也是7 7 8 7 那這次算領先了12個百分點 這次算是強勢領先 陳時中88.53的民進黨支持者 支持他了 黃山是88 都是88 蔣萬87 這很高耶 都將近9成的 各政黨的支持者都歸隊了 那現在唯一還在觀望就是看人不看黨還有 33.93%的人 看人不看黨 這個是最後大家要爭取的 至於什麼藍啊綠啊 我很少看到一般80% 78% 到了88% 是非常高的 通通歸隊了 藍綠都歸隊了 但是 特別是台北市民 基本上對陳時中 是非常討厭的 中心思想就是不可以讓 陳時中當選 那 蔣萬跟黃山燈兩個之間挑一個 所謂當選 當然看起來就 蔣萬比較會當選的 所以 蔣萬 有事 還會造很上 還會造很上 那麼第三點 這個 看起來是蔣萬的 顯著的領先 可是 外界說 我們還是擔心未來是幾天呢 會成什麼事情 所以未來我們所擔心的是第一個 投票率 投票率 這次普遍認為說不會太高 大概6成6成5 那這個投票率低的話 對蔣萬的陣營可能要小心怎麼樣去 推出這個 來投票 第二個 就擔心氣保 看起來不太容易氣保 可是 可是 會不會 綠白河 如果綠白河對蔣萬就很大的影響 他們兩個假期把一次贏蔣萬 有8個百分點 可是當然要 翻盤 不太容易 要翻盤不太容易 蔣萬安這次的 在台北市的表現 可能是 超過 過去大家對國民黨候選人的預期 主要在兩塊 年齡層來講 一個就是20到39歲 一個到40到59歲 本來藍的支持者 表現在50歲以上 就很明顯的有優勢 可是所謂的太陽花世代 就是大概30到45歲 這群 本來是藍的 最大的弱項 那這個在過去 歷年來的 歷次來的調查都蠻明顯的 可是 蔣萬安在這次 中廣的這份 跟蓋洛普的這份民調 在20到39歲 40到59歲 也就是涵蓋了 原本認為比較弱的 太陽花世代的30到45歲 這一塊 也有很顯著的領先 那這一點其實 說明什麼 這一點說明說 所謂民進黨本來最死忠的 一塊 除了 老年 非常意識形態族群以外 認為呢 相當強固的 不是那麼年輕的 真正20歲到30歲 這群人其實變化蠻 蠻快的 蠻多的 但是 他的 所謂太陽花世代的那塊呢 連在台北市 都有 有移轉 那這一點當然是最近討論比較多的 也是綠營的一些人 認為對民進黨的 一個警訊 確定了 那這個情況 CTI 627就可以享有 折扣優惠喔